对 我们能做的是我们也每一个人也可以从理性的视角出发 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如果我们普通人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的话 国家做出理智的结论的风险 或者说代价就会小 那我们来聊一个问题啊 就是您刚才说了 我们要认清我们之间的差距 对吧 是吧 不要盲目自嗨 对 对吧 对 是的 对 对 认清差距 不要盲目的自嗨 要不然如果我们自嗨会怎么样 自嗨你刚才说的就 自嗨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自嗨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对吧 好的 首先啊 对 这个判断会很快 我说这个判断 可能不叫判断 叫decision 就是决策 做出错误的决策 错误的决策 好的 这话讲得很对啊 您看 我是一个普通人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普通人 还是一个高层 我也是普通人 谁不是普通人 谁不是普通人 你我皆凡人 是吧 就是我们 没有认清差距 然后我们就给中国加油打气 就能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 对吗 回答我 您能重新说一下那句话吗 我们没有 你看我重新说一遍 我们对 为中国加油打气 就能做出错误的判断 你看你我皆凡人 我们就按照您所说的 没有清楚的认知到我们之间的差距 我们给咱们这个国家加油打气 就能影响我们的判断吗 决策吗 喂 我没有听到你后面 但是大概能听明白你的意思 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能听到 哎呦好卡 你等一下我接到5G看一下行不行 好 村外的网络这么差吗 喂可以吗 现在要好一些吗 现在应该 来1 没有应该是人都醒了 现在早上 1 1 我说1你说2 1 2 那就那没有延迟 没有延迟 来我再重复一下 就是 我接到了手机网络了 你看 你我皆凡人 我们没有清楚的认识到两者的差距 我们为我们的祖国加油打气 就能影响决策吗 不见得是或者不是这个观点 但是如果说大家都这样子的话 就会出现问题了 就大家都这样子就出现问题了 就我们普通老百姓 是吧 我们为国家加油呐喊 就能让国家决策错误吗 为国家加油呐喊不会 为国家加油呐喊 那我也为国家加油呐喊 大家是为国家加油呐喊吗 但是具体看 你为国家加油呐喊的形式 比如说现在有一帮人 他们喜欢干嘛呢 就是喜欢在网上发一些视频 整个事实都是错误的 那这些视频 不是我们现在聊到这个话题 你听我说啊 就是对错 就是连你都能看出来对错的 咱们高层看不出来 你那意思是高层没你的智商高吗 我们的智商团不如你的智商吗 国家这个职能说吗 就是说我们你可以用这个代替 就是连你都能看出来对错的事情 咱们智商团看不出来吗 智商团可能能看出来 那就行了 但是智商团只有几个人 那也就是说缺了你的 缺了你的帮助 我们智商团不成熟是吗 不是 因为舆论会影响 因为舆论本身就会影响决策 舆论就会影响决策 那也就是说他们发了一个错误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时候 他就会影响到决策了 那您的意思说 那个智商团不如 你听我说慢点慢点 那您的意思说 我们村的高层智商团们不如你聪明 是吗 不是主播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那对啊 你我皆凡人 我们作为普通人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摇旗呐喊 至于决策问题交给上面 不是 这个观点我不同意 我不认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摇旗呐喊 那你能做啥呢 我们能做更多的事情 你可以做什么呢 你作为普通人 你能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 就是理性的分析问题 如果我们对人是理性的分析问题 那就是也就是说 我们咱们村的智商团不如你会理性分析 能听我说 或者我们把因果关系去说完 不用去打比方 就是咱们智商团的人不会理性分析 你不好心理 你会理性分析吗 智商团是能 我都回答你了 能啊 智商团能 可是智商团的理性的分析 如果和舆论的普遍意见相左的时候 要执行一个理性的决策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你能分清楚理性吗 我不需要分清楚 智商团能分清楚理性 你不是说智商团能理性吗 咱们就说智商团能理性 但是如果舆论不理性 这个最终的决策可能就会不理性 你有依据吗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这种事情很多 这种事情多在哪里呢 历史上的 就是说我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舆论只是代表一种声音 我们为国家加油打气 它不叫舆论 那叫助威 你这两者就混扰了 我们的助威 怎么能给影响国家的决策呢 助威不代表娱论 助威当然是大家都可以助威的 没问题 您作为一个有美学生 从一开始我们聊的是什么 我们作为普通人 我们给中国人 我们给国家加油打气 是否影响国家的决策 不对不对 您的最开始的 我从来没有说加油打气是错的 我从一开始就给你提高这个命题 对吧 我再三给你强调 我们作为普通人给国家加油打气 能影响决策吗 这件事情没有错 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咱们没有任何分析 普通人为国家加油打气 是没有任何错的 你刚才走的时候 你就是说了 对不对 那我现在的观点就是 我们作为普通人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给国家加油打气 不是 这个我不同意 我们唯一能做的 不只是为国家加油打气 还有呢 那你能做什么呢 告诉我 对啊 我这不是就正准备告诉你吗 你应该打不过说话呀 你不要 用这句话来看 对 我们能做的是 我们也 每一个人 我们也可以从理性的视角出发 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如果我们普通人 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的话 国家做出理智的结论的风险 或者说代价就会小 就是说我们加油打气 给国家加油打气 加油打气 做出理智的决定是不矛盾的 就我们做加油打气 那您理解什么叫加油打气吗 不是 您看啊 就是说 我说你看这个属不属于加油打气 不不 现在我们不要来 这个所不属于 就是说加油打气 您记得这几个词啊 加油打气这个词非常的笼统啊 就是你问我对不对 我得先明确 你说的加油打气是什么意思吧 加油打气就是对国家的一些决定 支持 叫加油打气 对国家发生 那我没有 那这根本就不是我聊的 我当然支持国家的一些决定啊 OK 那你为什么后面说了那么多呢 当然就是没问题的 这就是我说的嘛 我们根本就不是在同一个频率上说话 没有 但是我们在强调加油打气 那您在后面说什么理性的分析 是什么意思呢 理性的分析叫做加油打气吗 主播 我再三给你强调 咱们作为普通人 我们只能给国家加油打气 你说不 我们可以做的更多 对吧 这个逻辑没错吧 没来 主播 不是逻辑有错 逻辑错在哪 你说 你看这是两个观点 为国家加油打气 这是正确的 嗯 但是 我们作为普通人 只能为国家加油打气 这是错误的 那您说你能做什么 我们还能做理性的分析 然后我刚才就想告诉你 理性的分析不属于加油打气 对 我们还能做理性 你看我的逻辑是不是通顺的 对 听好 您说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只做加油打气 我们还可以理性的分析 对吧 对 而且我们通过理性的分析 得出了结论 这样产生的一个正向的舆论 嗯 是为国家的决策 嗯 减少了负担 啊 就是 您的理性分析 可以帮助国家成长 是吗 对 是的 嗯 有一句话您听过吗 叫不在其位 不磨其正 这句话我听过 但我不同意 哦 您不同意 也就是说 您不是专业做这个的 但您却能理性分析 然后 国家得按照您的理性分析 做出决策 国家不需要按照我的理性分析来做 那您刚才不是说吗 你可以理性分析 帮助国家做决策 呃 没有 没有帮助这两个字啊 对啊 我没有说帮助 我没有说过帮助这两个字啊 帮助 我没有说过 我说的是 那我们聊一下 什么叫做不在其位 不磨其正 嗯 您说吧 也就是说 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这句话您认可吗 呃 一定程度上认可 但是我认为就是 在一些关系到 嗯 因为 因为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参与的事 什么叫专业的事啊 嗯 比如说 我们现在说相对论会练子力学 这些事你 你连 他就算是做出来一个实验 你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叫专业的事 就你都看不懂 对不对 这叫专业的事 对 什么叫普通的事呢 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 出门 我可能 我可能想买个东西 原来是五块钱 像变六块钱变贵了 嗯 这个事影响到我了 那你就不能说 不在其位 不其正了 你看 影响到你了 这叫理性的分析 哎 哎 不是 这是两件事 因为你刚才说 我们先不聊那个事 我们先聊 我们聊的是理性的分析 就是我们的理性分析 可以 我们先聊的理性的分析 然后你说 我们先不聊这个话题了 我们先聊 不在其位 不磨其正 然后你问我 对不在其位 不磨其正 要怎么看 所以我是这样子说的是 这么看 是的 我们是不是围绕着理性的分析 来聊的这个 不在其位 不磨其正 你买东西贵了一块 就叫理性的分析 这两件事情 没有本质的关联 你明白吗 所以我认为 就是你在聊前一个话题 和后一个话题的时候 我可以分析 我们为什么去聊理性的分析 那我提出来的就是说 不在其位 不磨其正 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人去说 你有不同的意见 然后您提出来了 量子力学 那是专业的事 我说不上话 但是这东西找了一块 我可以说话 我叫理性的分析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这个事是这样 我们有点偏题了 就这个话题聊下去 这样子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因为它并不是我想说的 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是我想指责的是 比如说你 你指责国家 你指责什么 来告诉我来 我就想听你 来来来 听好了 咱们国家 咱们村 比如说嫦娥 对不起 咱们村 咱们村一下嫦娥登月了 大家欢欣鼓舞 都觉得这个事干得好 可以到月球背面去 取得了月球背面的月染 并且运回来 太厉害了 不错 这个事我支持 我没有什么指责的 然后但是 但是如果 如果你说 哎呀咱们这个事好 然后 你看那个 那个美国也 不是对不起 漂亮国 也有一个什么火箭 升空了 你就说 这个不行 这个离我们差的很远 但实际上的情况是 那个火箭 其实比咱们的火箭先进 但是 但是 但是你不要说 它就没有我们先进 这个叫不理性分析 什么叫理性分析 它虽然比我们的先进 但是我们国家 我们从而也有差不多的产品 而且可能在未来几年 有可能超越 这个叫做理性的分析 得出的一个正确的结论 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了 也就是说 你内心是有一套标准的 按照您的标准叫理性 不按照您的标准叫不理性 不是 不是我内心有一套标准 这个其实不需要 我内心有一个标准 那就不说你内心了 听听 那我们就冲突来 嫦娥登月 你作为普通人 你能做的是什么呢 我作为普通人 我不能做什么 但是我可以说正确的结论 作为嫦娥登月 作为我们普通人 摇起呐喊加油打气 是吧 但是呢 我们可不可以认为 我们中国科技领先了 那您这里说的是 要一定要承认 我们跟他们差距 还有 要不然我们就会影响 咱们决策层的判断 对的 对对对 傻不傻 我们一定要承认 还有差距 就是你在嫦娥登月 这件事情上 你能提供什么帮助 你除了摇起大喊以外 你能干啥 就我们不承认 我们跟大漂亮的火箭 有差距 还能影响我们 嫦娥登月吗 这位兄弟 我们怎么想 我们给国家 在嫦娥登月这件事情上 我是不是只能加油打气 难道就按照 你的理性分析 我们不按照你的理性分析 咱们嫦娥就登不了月了 你能影响国家什么去说 哎呀哥 您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你先听懂我讲的意思 然后再尝试理解 先听懂我讲的意思 那这样我这样问你吧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不要老是问题了 您聊的嫦娥登月 我就顺着你去聊 您说我第一次问问题 不要反复横跳可以吗 就把这事聊透 对就聊这件事 对啊 那就是说我们 那我再问你啊 我再给你聊一遍 我们普通人 对于我们国家的嫦娥登月 我们能干什么 我们普通人 对于我们国家 嫦娥登月可以 对你说的没错 这句话是没错的 对吧 然后我们摇旗呐喊 然后我们说 大漂亮的火箭技术 不如我们 会影响我们嫦娥登月吗 不见得会影响 我们的嫦娥登月 但是会影响我们 对于咱们现在的 位置的实际判断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嫦娥登月 是取决于我们网友 对国家的支持力度 我们说的话 是吗 这件事情上不会 那对啊 那我们就站在中国的立场 我们就说它不如 它能影响我们技术的发展吗 会 我们就说它不如 会影响我们技术的发展 对 那我们说 我们说不如大漂亮 难道我们下次就登不了月了吗 下次还是能登月 但是确实会影响我们技术发展 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 可以听我说了吗 大哥 能说出这句话 下面的话就不要说了 好不好 理一下 那你理一下 你根本都不想听我的话 我就是对吧 一个错误的 就你能说出这句话 说我们普通人 能影响我们科技进步 大哥这有错误 确实能影响科技进步 我这样跟你说 那你来解释一下 普通人怎么在 嫦娥登月上影响科技进步了 来回答我 普通 不是 我这样跟你说 你能理解吗 你就回答我 我们就是认为 我们的火箭技术 比美大漂亮强 是不是影响我们科技进步了 来 就这个命题回答我 火箭技术 你没有比大漂亮强 本身是有一个客观的 对 我现在就认为 我们的火箭技术 比大漂亮强 它是不是影响我们技术进步了 来回答我这个问题 那我说了 你看看 是不是以后我们火箭就不发了 不是 你说了 那你为什么要把一个错误的结论拿去说 那现在我就是说 这个错误的结论 没按照你的标准 我能不能影响国家下车的火箭发射 它不能 但是 那我现在说了 来 从今天开始 你进入今天是几月几号 我说了 直播间再从我观点来 这些人我们打个印 我们都说了 来 我们下车火箭发布发射 你意思是 只要不影响咱们国家的决策 你可以随便 我为普通人我只能给国家加油打气 摇旗呐喊 加油打气 我们不会在 不在我的专业领域里面 去给别人指手画脚 指上谈病 明白了吗 你的意思了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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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你意思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来 你看 我说这句话影响不了什么事 所以我可以随便说这句话 对吧 难道不对吗 在其位谋其正 当然不对呀 那您再说 那我现在就说了这句话 那不 现在我说了这句话 能不能影响我们的火 下次火箭发射 能不能影响 那我就问你这句话 就是你现在说的这句话 它就算是错的 你也随便能说 那现在我就说了 你怎么能证明我对错 我们都登月桥变变了 你能登吗 我们有空间站 你有吗 哥 哥 你意思就是说 那所有人都可以胡说八道 这怎么叫胡说八道 我们登月是胡说八道吗 我们有空间站是胡说八道吗 你听我说啊 对不对 那我就说了 我们的技术 航天技术就是比他们强 就能影响我们 下次的火箭发射吗 那你的意思不就是 只要我们不影响 火镇和我们国家的科技 就是胡说八道吗 那你意思不就是 只要不影响高层的决策 我们就可以随便说呀 那我现在 我哪句话说了 我们现在就有空间站 空间飘的 我们就是到长河 登月了 就在背面 我就是比你强 我胡说八道了吗 这个没有 对啊 我们影响我们国家科技发展吗 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只有给中国加油打气 好不好 不要做李宗客 就行了 你不是李宗客呀 你不是李宗客是啥呀 我可以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可以帮你帮你帮你帮我